低碳代餐 成功令我的體脂減了1kg 因為我有 10分而已 每一餐都吃到飽 其實你不需要完全介紹 高油份的肉類 卡路里和它的澱粉質 都是非常之低的 作為飲食系的Youtuber 素家 燒肉 打火鍋 放題 去旅行 拍攝再吃 NG都再吃 終於 開始了這個 減肥挑戰系列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軒 它是第三條的減肥片 我覺得這是一個歷史很長久 可能看到下年我都還在減肥 我們到這次的第二個period 我計算的period是Battle 五夠水 五夠水呢 我們這次 阿奇第一個period 他採取的方法是168 他瘦了1kg左右 但第二次 他採取這個亂按來的做運動方法 他是沒有瘦過的 他還重了 然後我第一個period是用了這個綠綠減肥法 是非常之合理的 它是輕了2.4kg左右 瘦了5磅一個星期 但第二個period是 其實我只輕了0.1kg 我選了一個方法就是低碳代餐 就是低碳飲食法 其實很多人都有看過 也有聽過 我自己覺得他有幾個原則堅持著 他就已經屬於做低碳 又不用去到生酮那麼hardcore 雖然我這次這個星期 不是很好的成效 因為我沒有跟到這個綠綠減肥法 我又吃了宵夜 但我是每一餐都吃到飽 就是我全部都是吃到 嘩好飽啊那個狀態 再加上中間有2-3天拍了影片 我們是吃高油份高脂肪的東西 但是我沒有重過 而且脂肪的比例是真的跌了 比上次是輕了1kg 我輕了1kg脂肪 所以這個方法是真的可以成功 令我的體脂減了1kg 好 講一下這次的減肥法 它是一個我自己集合的天使低碳飲食法 因為它裏面有5個秘訣 再加了一些營養師的建議 去組合在一起 其實網上有條方法 計算到你一個人每天需要多少卡路里 我的卡路里在我做的體脂榜表 其實它有寫完 我一天需要這麼多卡路里 所以我就看著這個卡路里去吃 但是又要吃得飽 所以低碳在這個條件下 第一個就是避開粥粉麵飯 通常人們低碳的意思就是小澱粉質 澱粉質的定義是什麼 其實糖類的食物都是澱粉質的 粥粉麵飯全部都是澱粉質 它是精製澱粉 它是非常非常容易吸收 並且轉化成脂肪的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食物都含有這個澱粉質 但是我覺得 記得避開了粥粉麵飯這四樣東西 就已經相差超級軟 第二個 優質蛋白質 既然我不可以吃這麼多澱粉質 很容易會肚餓的 這樣蛋白質基本上是任吃的 很多的優質蛋白質卡路里都是偏低的 例如海鮮、雞、雞、雞蛋、豆腐 我通常都是圍繞這四樣東西吃 卡路里都會偏低 飽足感 還有蛋白質都是非常之高的 第三 優質的油脂 因為如果你全部東西都白灑的話 其實皮膚會反映 會突然很乾 或者會沒有油 你就會很想搶東西 所以我覺得油其實你不需要完全解散 不用全部都是白灑的 例如雞的雞皮 我有時都會偷吃 還有用橄欖油 一些植物性的油類 都是可以用來煮食 都不需要特意解散 而且通常很高油份的肉類 其實卡路里和澱粉質都是非常之低的 例如牛排、豬排、雞排 第四 肥糖 剛剛要說的粥粉麵法是酒字邊的糖 現在這個糖是米字邊的糖 因為米字邊這個糖 其實和酒字邊這個糖 都是精製澱粉類的產物 就是零食雪糕、糖水、甜品、蛋糕 那些一概不要碰 如果你真的說 我很想吃甜的 我真的超喜歡吃甜的 那就用代糖了 代糖不是一個長遠的減肥方法 但是代糖的確可以在這個減肥法 幫你頂了某部分的東西 例如 剛剛在759買了的 零糖質、零脂肪和零卡路里的椰果 啫喱 它也是有甜味的 但是它是用了代糖 而它的Cops 它也是屬於非常之低碳的啫喱 這個和這個也是 所以我說 如果你要找 其實市面上已經有超級多 超級多零卡路里 或者用代糖做的甜品 如果你還沒解到的話 吃那些也是OK的 就是狂飲水了 任何減肥化都一定要狂飲水 因為水才可以幫你排走身體其他東西 令你的體重下降 但是這個減肥法 我覺得最好的就是 它可以幫你把你的脂肪比例減低 因為我體重其實沒什麼跌 但如果我的脂肪也跌了整個KG的話 其實身形上會有明顯的變化 雖然還是好看到 因為我遲些會看到 但是這個方法證實了 它是可以有效把你的體脂下降 哪怕我每餐都吃到飽 其實我都沒有超出這個卡路里很多 因為我有這個舉藥麵 坊間的舉藥麵產品其實都多不勝數 在EON 阿信奧 又或者HATV Mall 搜尋舉藥麵都已經找到超海量不同牌子出的 減肥涼拌和宵夜涼拌 因為它普遍的卡路里都非常之低 舉藥也是有澱粉質 但澱粉質相比起精製澱粉質的粥粉麵飯 它已經低超級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要吃到飽都是沒問題的 但是大推這個牌子 它是我最近吃過最好吃的舉藥麵 因為它是有分不同口味的 麻婆豆腐味 有韓式辣醬味 然後這個就是冬蔭公味 味道是調得好 然後搓一搓麵 然後把湯汁放進去已經超好吃 超好吃 我有時因為低碳 所以我都會攝取少量的澱粉質 另外一隻就是我現在買的 韓國早餐粥 它一包都是幾十個卡路里 如果我真的會感覺到 如果有人說我好想要澱粉質 這樣的話 吃一包的 就可以頂上糖分的癮 而我又可以飽的 OK 這個方法也是推薦給大家的 希望我下個星期可以堅持到 多些其他方法 但這個麵大推 現在已經買不到 它是日本製造的產品 它在網上的價錢都要二十多元 但是阿俊套還能找到的話 十元而已 很餓吃兩包 再餓吃三包 你加上52加52 只有150個卡路里 和一塊雞胸的卡路里是差不多 但是你可以吃得超級飽 好 因為阿奇的要求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比賽 本身是一個禮拜一次 我們接下來的挑戰 就會去到愛丁堡回來了 嘩 好緊張 愛丁堡就要吃很少東西了 好 記住逢星期四 晚上八點鐘 看著阿軒素食香港十八區 除了吃東西之外 可以看我減肥 大家一起吃一起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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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